大家好,我是潮哥 很多人在家炒空心菜不是抽水就是花黑 今天潮哥就给大家分享一道炒空心菜的家常做法 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 炒出来的空心菜脆绿爽口 不花黑也不发黄 特别的清脆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把新鲜的空心菜 现在空心菜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我们这里买一把才三块钱 然后我们把空心菜的根部切掉一点不要 然后把空心菜的杆给它切开 叶子也要分开切 空心菜的尾部切掉一点不要 它藏流的毒素太多 然后把切好的空心菜放进一个大盆里面 碗里面加入一勺食盐盐 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 再倒满一大碗清水 把空心菜给它清洗干净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能把空心菜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加了小苏打能保持空心菜脆绿的颜色 空心菜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碰水捞出来 再一次放到大盆里面 再倒满一大盆清水 把空心菜再一次给它清洗一下 这样清洗出来的空心菜就特别的干净 清洗空心菜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流动的清水清洗 也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将它矿水捞出来放到大盆里面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往空心菜里面加入一点食盐油 然后用筷子将空心菜搅拌均匀 让每一根空心菜都裹满食盐油 这一步是为了炒空心菜的时候不容易出水 并且炒出来的空心菜脆绿不花黄 也不花黑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就是准备一些大扇子 大扇子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 把它切成薄一点的厚片 全部切好之后 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四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圈 如果不喜欢吃辣可以不放 全部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香菇 把它切成薄片 空心菜里面加点香菇 非常的香 再改刀切成香菇丁 全部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五毛钱的瘦肉 把瘦肉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肉丁 全部切好之后 也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 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 把切好的瘦肉放入锅中翻炒 把瘦肉炒熟炒至变色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等等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瘦肉炒香之后 加入一点生抽 然后开大火翻炒 把瘦肉炒出酱香味 炒香之后 再把蒜片和小美辣也放入锅中翻炒 将它们快速的翻炒 炒出蒜香味 炒出辣味以后 再把香菇丁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翻炒 把香菇炒香 所有的配菜炒香之后 再把空心菜也加进来 这里我们把火调到最大 炒的时候再加入一点食饮盐 提前加点食饮盐 是能保持空心菜脆绿的颜色 而且还能增加底味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把空心菜炒熟炒香 我们炒的时候不要停 要快速的翻炒 这样炒出来的空心菜 不容易出水 也不容易花黄 大概要炒个一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再加入一点鸡精 再淋入一碗水淀粉勾芡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炒出来的空心菜 真的是特别的香 继续再翻炒个七八秒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一道清脆爽口的空心菜 就这样做好了 将它盛出来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炒出来的空心菜 清脆爽口 而且还能保持翠绿的颜色 不出水 不花黄 也不花黑 而且空心菜里面有肉的香味 也有香菇的香味 特别的好下饭 这样做出来的空心菜 我家人特别爱吃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哦 点我头下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